大陆最新发布的蓝皮书指出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中共当局的公信力受到了巨大影响 大陆民意表达出现了信网不信党的现象 因此蓝皮书建议当局加大宣传和传播力度 加强网络舆论阵地的建设和监管 有评论认为这份蓝皮书真正的用意 是在为中共近期的网络打压运动寻找合法理由 中共喉舌中新网报导 9月26日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发布了2013年社会管理蓝皮书 报告中指出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 出现了十大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 其中包括虚拟社会管理问题 民意诉求管道问题 如何塑造政府公信力问题 流动人口问题等等 在谈到关于当前大陆民意诉求表达的特点时 蓝皮书指出 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热点渔情事件的分析看到 民意诉求表达有时已陷入一种信上不信下 信闹不信法 信网不信党的怪圈 对此 民众则表示 上述现象的始作俑者恰恰是中共自身 蓝皮书还提出 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使舆论领袖与网络推手作为草根阶层快速崛起 社会共识的底线被调整 这些变化给政府公信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蓝皮书建议当局要推动有效的传播和引导性的宣传 重新塑造政府公信力 而这种说法遭到民间的驳斥 中国这个舆论一直是缺乏规范性 而对正常性就是和官方操纵舆论有关 它越操纵 老百姓越是不相信他们 他们体制运作越不公开透明 老百姓就越相信这些传言 要存在官方的垄断 他对言论的垄断 对舆论的垄断 评论指出 蓝皮书这番言论的根本目的 是在为备受法律界诟病的两高网络言论司法解释 和中共全面紧缩网络舆论自由 寻找合法借口 新唐人电视张天宇 萧宇采访报导